我一個洋三代名 就像人家的故事 立法委員費鴻泰 與新一區多位里長 共同站在台上 合唱客家族群的經典名曲 客家本色 宣告費鴻泰 要為客家鄉親打拚的決心 在這裡我們要學習 我們客家吃苦耐勞 在地服務的精神 我要向我們三位在場的里長 鞠躬敬禮 謝謝你們 就用你們的精神 平常在地方上的服務 深耕基層 照顧我們的里民 在這裡跟他們學習 跟他們來好好的服務 我們的鄉親 由立法委員費鴻泰服務處 新一區七個里辦公處 和客家社團共同舉辦的 在地社區文化活動系列 客家文化創意歌舞表演 日前在三星公園盛大舉辦 吸引許多民眾共襄盛舉 現場除了有許多精彩的 客家文化表演 更準備了客家美食 讓民眾享用 大伙都玩得相當的盡興 這事實在很有氣派 吃喝完了 吃喝完了 唱國跳舞很開心 又有磁力 因為客家文化 我們很少看到 因為有這個襲袍 比較特色 貝鴻泰在這邊出生 在這邊長大 我也希望各位繼續給我機會 讓各位 讓我有機會繼續在我的家鄉 我們共同來創造我的生活美景 好不好 好 先跟地方多年的立委 為貝鴻泰 與民眾一一握手寒暄 許多人像是見到老朋友般 與委員熱情打招呼 現場動蒜生不絕餘耳 也因為貝鴻泰 對客家文化的支持 讓里長們大表肯定 感謝這位積極推廣 本土文化的民意代表 也希望用實際的選票 幫助他再次進入國會殿堂 開播大台北數位新聞 曹東華採訪報導 總算 總算 總算